這是之前在就是上個禮拜 超過在這個地方想的一個東西 就是情境式的一個網頁遊戲框架 我們到現在已經有一個距離VVG了 然後他事情好像非常好 可是我自己個人想的是 因為我們很多議題要推廣的時候 你必須把人丟到那個情境底下 才能去理解那個人 為什麼在那個地方 他只能做那些選擇 比如說其實有很多弱勢的議題 如果你並沒有處在弱勢的環境 你如果是一個就是 平常生活資源就比較多的 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他們不努力啊 努力其實就可以成功啊 為什麼不努力 可是事實上他們在那個環境下 他們其實被很多東西拖 他們沒有辦法努力 所以我希望可以有一個情境式的網頁遊戲 讓大家可以進入到那個情境裡面 去理解那些人 他到底為什麼會遇到這些事情 然後再讓大家思考是不是要去幫助他們 或去關心這個議題 那目前我發想這個東西 我是從規格檔先開始發想 那底下有很多攝影廠的格式 大家可以開FM下去看 那遊戲一玩起來大概會像這個樣子 就是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版面是cover 就是很漂亮的畫面 比如說你敢激動這樣子 那個stop可以按下去 然後按下去以後 就是他可能會前進T out 比如說你是一個學生啊 在那邊宅在家裡這樣 然後就會有人角色跳出來 都會跟人要不要出去走走啊 比如說可能他說 在高雄碼頭邊 然後說要去哪裡玩 要去黑客的時候還是要聽你演講 這樣 那這個裡面都會對應到 設定檔裡面的TRAFT或是各種東西 那大家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一起來看一下裡面的設定檔 然後所以最後就會可能跳出來的 你到去黑客的時候 你是一個沒有人 歡迎來參政決定重建檔 然後瞭解更多就跳到website這樣子 這是一個簡單的網頁遊戲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目前需要的是 需要有人一起來討論設定檔 那個結構是不是需要調整 像小豬他應該在看直播吧 他就提問說 可不可以裡面放一個地圖呢 可以讓大家有來 這個就可以討論 或者是比如說像這類遊戲 他的精華常在一個 整張滿版面的圖片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是要把他加進去 這個也可以一起來視察這樣 那最後程式的話 我個人會希望大家就是想練習 FJS的人都可以自己來試試看這樣子 然後謝謝大家 歡迎跳舞 好 謝謝 那下一位是一件圖 到了 宴圖是在樓上 宴圖是在樓上